- 大家好,又來到了每週的遊戲時間 影片開始前如果喜歡我的內容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知道更多消息的話 也歡迎追蹤我的FV粉專 還有Twitch時空頻道 說到鋼彈系列的遊戲 玩家們直覺都會想著過去 PSP非常熟悉的Versus系列 又或者是Battle Operation這種擬真的動作設計 只不過誰沒想到今天的主角 也就是近期推出的鋼彈進化 居然是一款注重團隊合作的 PVP英雄FPS 這款遊戲在剛釋出消息的時候 我對它的看法就非常的負面 萬代一直以來都把鋼彈遊戲玩家 當作低等公民來看待 不僅推出低成本、高價位的垃圾遊戲 利用鋼彈本身的IP威力來賺不易之差 而這次居然還把野心動到了FPS上 想要製作一款和鬥陣特攻2玩法、見面 甚至一直到商業模式 都幾乎完全相同的遊戲 發售日還這麼近 拜託一下,你知道暴雪正在陨落嗎? 什麼好的不學就學壞了 那實際玩過以後究竟如何呢? 這邊就先給玩家體驗一下 我首日的遊戲體驗 連線不穩定在一款剛推出的線上多熱遊戲發生 老人但難免 不過知道遊戲連線不穩定 還敢放5分鐘的中立懲罰 那就是萬代你這邊的問題了 鋼彈進化首日的遊玩體驗 就是不停在斷線、當機跟等待中度過 5個小時的遊戲時間 大概真正在遊戲中對戰的時間 可能不到一半 好在後續有緊急維護 讓接下來幾天的問題緩而不少 算是終於能體會到遊戲的樂趣了 接著就正式進入遊戲的介紹 Gundam Evolution是一款組裝合作的多人對照FPS 遊戲的模式、玩法一直到技能組的設計 都很明顯參考了鬥陣特工 但操作頁也並不是這麼好操的 遊戲在地圖、槍枝手感等等細節的部分 遠遠不及鬥陣特工那樣完善 最明顯莫過於地圖的設計 並不是說玩起來很差 相反的遊戲在某些模式的設計上 我認為還解決鬥陣特工的一些問題 最主要的失望點出現在呈現上面 鋼彈進化 完全沒有好好利用鋼彈這個IP所擁有的潛力 每一張地圖都沒有故事跟彩蛋隱藏在其中 單純的就是一張無料的戰鬥地圖 思覺上不是基地之外就是基地 除了遊戲模式之外 我根本分不出來每一張地圖的差別到底在哪 好在遊戲本身玩起來還是有相當的樂趣 不然地圖設計方面實在是非常的失望 這邊就先來介紹一下遊戲的模式 和鬥陣特工一樣 遊戲將地圖與遊戲模式綁在一起 每一張地圖會有各自的遊戲模式 佔領地圖會將玩家分成攻擊方與防守方 玩家需要在時間內佔領到兩個對方的領地 而只要佔領到一個就能得到一分 並往前推進地圖的後半部分 和鬥陣特工的玩法非常類似 控制地圖則是需要玩家在三個 隨機開放的領地中 比哪一隊佔領的時間比較久 當隊伍佔領後 該隊伍的計量表就會上升 先到達100%的那一方獲勝 每次爭奪領地的時候 戰況都非常混亂 雙方你來我往 子彈跟光速滾擊到處都是 算是非常刺激的模式 而最後也是自己認為最有趣的模式 破壞 破壞地圖中 玩家一樣分成進攻與防守 進攻方需要到達防守方基地安置炸彈 並防衛他直到爆炸得分 而防守方除了阻止這件事之外 還必須積極的進攻 這是因為地圖上會有可以佔領的復活點 要是被進攻方佔領 他們的復活點就能縮短於防守方基地的距離 這個模式解決了鬥陣特工 防守方常常被拿下A點後 只能乖乖防守B點的劣勢 模糊了防守跟進攻的界線 讓整個模式玩起來相當的有特色 防守模式接著就要來說說這款遊戲最大的重點 鋼彈們玩起來究竟如何 先說如果你期望在這款遊戲中 感受到鋼彈系列那個擬真沉重的機體手感 與放熱身形的巨型與世界觀 那麼恭喜你會非常的失望 鋼彈進化這款遊戲 拔去鋼彈的角色 其實完全沒有鋼彈的影子 要是將角色全部換成其他東西也不會有任何影響 但要說他不好玩嗎? 這邊我就要只否定的看法了 遊戲本身問題雖然多 但還是很有樂趣的 在這款遊戲中 玩家可使用的機體總共有17架 每一架玩起來都有極大的不同 不過和鬥爭特工最大的差異就是 即使使用適合支援的機體 你依然有辦法造成大量傷害 這款遊戲的擊殺時間相當短 只要爆頭 對機器人弱點是頭也沒有聽錯 一兩秒被帶走是常見的事情 這也代表在鋼彈進化中 換機體尋找客製化的玩法被淡化了 玩家即使開著支援機也有機會打出漂亮的傷害跟擊殺數 這樣的平衡跟鬥爭特工2的感情相當的類似 可以說是讓玩家們提早體驗一下 鬥爭2的平衡也不會過 自己個人其實比較喜歡這種不用太依靠隊友的遊戲玩法 相信能減緩遊戲怪隊友的Toxic環境 這邊就來推薦幾隻個人覺得新手用 應該會用起來舒服一點的機體 蒼白騎士 武器是輕機槍具備瞄準功能 是這款遊戲的士兵器流 整體的技能組和其他的FPS相當類似 有著緩速跟一般水流彈 只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他的補命道具 能讓周圍的機體都得到治療甚至復活 只要瞄得準輸出量也是很可觀 不知道選誰選他就對了 那如果不想死又想輸出 逆A鋼彈絕對是你的首選 生命值非常的高 加上自帶補命技能 讓這台機體成為場上生存率最優秀的鋼彈 手持的光速步槍射程不俗 充了以後還能造成大量的傷害 而格鬥技能則可以把敵人往後方丟 跟近戰角色對戰的時候能有效的打斷對方的節奏 而大招月光碟雖然傷害普普 但大範圍的攻擊技能在戰鬥中總是有用的 最後就是無腦機體第一名 鋼彈克 表面上看起來弱不進風 一脫下褲子才發現 那兩個砲管只要站起來 那個傷害量真是可怕到不敢置信 手上機關砲的傷害雖然可悲 但全程自帶自描 完全無需瞄準 子彈自己就會往敵人身上吸 一邊剛好敵人一邊瞄準大砲 一瞬間敵人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而他的大招就是炸彈鼠的自爆炸彈 只不過這次啊 這顆炸彈威力更強 體積更小 而且還能從空中來 最強量產機武物 難怪會說開量產機才是男人的浪漫 順帶補充一下前面忘記補充的 這款遊戲TTK雖然短 但玩家不會馬上死掉 被擊破以後會進入中破狀態 這個時候玩家只要在旁邊放置補命技能 或是按住V 就能將你救火 除非是敵人補槍 你就會進入大破狀態 這個時候就沒有辦法被復活 看完角色跟玩法以後 接著就要來說說難聽的 遊戲的商業模式 想要玩免費的就是要做出一點犧牲 首先啊 17架機體中 有5架機體需要農遊戲幣才能購買 不然就是拿出你魔法小卡 還記得啊 前幾週動陣特攻二人傳出 角色屬於在通行鎮後面 玩家擔心P2win的事情 而這款遊戲則是那最好的寫照 需要購買的機體中 獨角獸鋼彈跟人天使鋼彈 他們的好用程度屌打一堆免費的機體 前者不只能團補 還能打出高傷害 後者算上技能 居然有6到7次的閃避機會 不拿鋼彈克的字秒根本打不到 被他靠近還會被一刀秒殺 這兩台META角色 不拿錢就要花時間龍 自己體驗下來 只要隊伍的這兩台 基本上就是贏一半了 相當於變相的P2win 也難怪玩家的反對聲浪會這麼大 另外這款遊戲的造型 只能由可悲這兩個字來形容 所謂的傳奇造型就是把其他有名的鋼彈配色 放到機體上 沒有額外的設計 也沒有酷炫的造型燈 究竟想不想賺錢的萬代 獨角獸的配色造型沒有爆傷女傲 不過後來想想 他們100%會另外出一台機體 然後賣的更貴 能省成本又能賺大錢 看來我真的不適合當商人 順帶一提 遊戲還有戰利品項 但面對這些可悲的造型 我實在很難相信 有人會想抽 影片的最後就來稍微做一個總介 鋼彈進化 Gandami Evolution 這款團隊取向的對戰FPS 它算是及格的 整體的遊玩體驗居然還不差 如果你是鋼彈迷 絕對能享受這款遊戲的樂趣 角色搭配以及刺激的領地爭奪 讓它成為了玩家值得一試的免費遊戲 只不過 也因為這款遊戲除了角色是鋼彈以外 遊戲完全沒有好好利用鋼彈這個IP的魅力與特色 單就玩法跟細節上來看 要跟幾週後準備推出的鬥陣特攻2比 相信不用多久 你這款遊戲就會被壓在底下 永不見天日 實在可惜 那這一次有關鋼彈進化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內容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知道更多消息的話 也歡迎追蹤我的V粉專和Twist的頻道 最後謝謝你看到最後 掰掰 感覺到有一點點 別忘了 進步 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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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